Hello,大家好,我是安邦,今天来跟大家聊聊三体 奈飞拍了一版三体第一季,八集放了出来 我呢,其实不是三体这个书的书粉和书迷啊 因为呢,我这人看字容易跳字啊 这个天生的这个有问题啊 所以呢,我更多的是会接受一些影像化或者是声音化的一些东西啊 所以呢,我当时就很迷这个三体的广播剧啊 我特别喜欢这种二创的形式 给你加点音乐啊,然后会声会色的给你讲出来,讲故事一样的 我当然听这个听的可迷了 非常非常喜欢三体的故事啊 但是这个书确实是没看过,不好意思 腾讯版的三体呢,看了那么几集,有点看不太下去 因为我觉得很冗长,我非常讨厌那种叙事特别节奏特别慢的 然后那种宏大叙事的那种事情啊 就是国内拍电视剧它喜欢什么呢 就已经有这个故事了啊 他就给你把这个故事的这个情节突出事件逻辑啊 先把这个ABCDEF点都给你打上 然后呢,开始给你们夹肉啊 塞这个情节给它都串联起来啊 这个情节里面呢,会有些人物啊张力什么的 他觉得这个人物张力并不重要 事件都已经在那了,那人去干这事儿 然后人物咯噔给他弄到那儿,歇在那儿就好了 他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从编剧的一个职业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就是你先有事儿,还是先有人是吧 每句的这个角度呢,就是我从哪儿走到哪儿,我都得先有人 这个人呢,把他立住了,写活了,建置好了 这个人呢,走出去之后,他会形成一个他的世界 然后这个人呢,写活了,又形成一个他的世界 然后他们两个人的世界呢,交织在一起,又形成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啊 所以就是先有事儿,还先有人的一个关系 所以很多人就,就先看了这个奈飞的这个三体之后呢 就第一很不满意,就是觉得这个奈飞三体怎么缩略了那么多的事情啊 这个三体的这个整个这个故事啊,明明有那么一大堆是吧 怎么拍到这个,这儿就有八级,然后好多支支离离的那些线,全给剪,剪掉了 而且一些人物啊什么的,就是什么成心啊,什么 他什么,就是很多一些原原本的这个,呃,书里面的一些现有的一些角色啊 不,现在都替换成老外,而且还是有色人种 而且还照顾各各种啊,亚非拉义,各种墨义 各种各样的人种啊,然后都给你把这些人物啊 就是两两合并啊,是吧 就很有意思,只保留这些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些人物啊 然后呢,结果这个第一季里面把这个大,叶文杰是大写特写,是吧 呃,就觉得很奇怪,就觉得呀,这个不是我心目中的三体了,是吧 你的大刀阔斧的改成这个样子,是吧 你就是为了包那样的饺子,而赶了现在的饺子皮,这是怎么说的 哎呀,就是一二三三呢,就是大家吵成了一团嘛 我大概也看了一些大家吵的一些点,我都觉得挺无稽的啊 因为我觉得呀,三体就是一部科幻小说 科幻小说而改变了一个科幻的一个剧,是吧 大家看这个剧是for fun,是为了开心和娱乐的 没必要是上纲上线的,是吧,非得站个队,非得怎么样 非得为了看看这个玩意,剑拔弩张的 就这玩意能给我带来快乐,能让我轻松,是吧 每天生活和工作都那么累 我就看个剧,50分钟,40分钟,别让我走脑子 让我觉得,哎,哎,哎,一笑,我觉得哇,好棒 看到很多奇观,不就得了吗,不就完了吗,对不对 所以我就是,我对这个三体整个这个美剧啊,没有太多的期待 第一,没有太多期待 第二呢,也不敢有太多期待 因为奈飞出的剧嘛,品质感也就那么回事,是吧 这个奈飞出这个剧呢,这个编剧又是那个2db,是吧 就是把全尤巴那个搞死的那两个编剧,是吧 就是也不咋地,是吧 不要密,首先第一,不要迷信奈飞 不要觉得奈飞出的东西就一定特别好 一定特别怎么样,是吧 但也不要死采腾讯版的那一版的三体 说绝对看不了什么,也不是这样,是吧 我觉得各有各的优势,各有各的点 我特别是叶文杰,更是作为一个线索人物来处理 是吧,虽然他是背后大佬 虽然他是推动整个这个事情进展的一个原生的一个动力 没有他就不可能有三体人攻到地球来,是吧 但是我待会儿就是很多书迷看完这个东西 并不care这个事情啊 就默认接受了说,哦,对 现在就是遇到这样的情况 那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物理的一些解释 一些什么样的奇观 一些什么样的面壁者又怎么样去博弈 然后又降临派和这个拯救派又是怎么样去撕逼 因为他的这个大步头这个内容真的很丰富,是吧 所以呢,就是每个人看他都有每个人看他的一个角度和一个思考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吧 然后咱们再说回这个奈飞版的这一版呢 你不能不说啊 就是这个编剧找的这个点啊 其实是挺准的 就是他找到了叶文杰这个人物啊 这个叶文杰这个人物在腾讯那一版里面啊 虽然王子文演的非常的好啊 这个这个这个演出一个人的那种 经历了那么多事情的那种纠结 然后最终他按下那个按钮啊 一系列什么 他他已经不错了,对吧 但是 但是在这个腾讯的那一版里面 还是不敢把叶文杰这个人写的太透啊 因为叶文杰这个人他没法写透 叶文杰这个原生人物呢 其实很多人都很难理解他 很多人可能家庭里面都有文革造迫害的一些东西 像阿蒙就是爷爷啊 就是什么呀 戴高帽啊 拉出去什么的 然后家里面那个门上磨屎是吧 然后就是怎么样 批斗什么的 各种啊 就是抄家这种东西 我也是听那个老一辈的人也都讲过 但他们那一辈已经随烟云而远去了 我永远无法走入他们那个时代去体会 他们那个时代所经历过的痛苦啊 他们那个时代就是那样是吧 但那些他们也隐忍下来了 是吧 但是那一代人 比如说像叶文杰 就是生活在那个带的人呢 他的父亲作为物理学家 因为宣扬这个什么生活 生活大爆炸 天体物理什么大爆炸 结果在那个时候就被文革小将在上面 叮叮给批斗死了 是吧 唐宏敬一个皮带啪哒抽过去 又死了 让他在里面看到 那他看到的时候 他的那个心态和心情到底是怎样的 是吧 包括这个叶文杰 最好的老师也因为这个自杀了 然后妹妹也在这个武斗中就死掉了 他是亲眼目睹文革惨烈的那样的一个人 对吧 然后呢 前两集的时候呢 编剧写完之后 又叫了一个中国香港导演啊 就是曾国祥是吧 去拍这样一个东西 因为 因为这个故事的文本就在那边啊 编剧创一下 导演再创一下 演员进去再创一下 你出来的这个东西 他其实早已经变味了 他只是完成了一个叙事功能上面的一个东西 你一看说 哦呀 文革小将 蓝西亚演的不错 哎呀这个叶文杰在里面看的真是啊 附近怎么办 但是那个东西真的动人吗 真的 真的设人心魄吗 我其实我说白了 我看了那个 呃 三体 第一集 第二集 可能第三集也有 我只看了前两集 sorry啊 有一些文革这个片段的时候 我不为所动 我就觉得这TM拍了个啥呀 你还费了我两小时的时间 去非常期待的看了一下 你是怎么处理文革那个戏的 你就给我写成这样 你给我拍成这样 就是远远不够 在我看来就是 哦 嗖嗖啦 就这样呗 还好吧 他也就拍成了这样 嗯 那你就说这就是叶文杰遭遇的东西 我也能理解文革中 对 他的父亲死了 母亲结果也改嫁了 对吧 精神病了 跟他划清了 一场突如其来的浩劫 然后断掉了这个人 所有的社会关系 和亲情的扭 的扭打 好吧 这个这个故事我是吃的 但是这个力量 达没达到呢 我就觉得 嗯 哼 对吧 那当然 当然这个可能是因为 我自己看了太多这样的东西啊 就对于这个的 品质感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但是很多人说 一看这个马上就 非常的震撼啊 就我没有被震撼到 I'm so sorry 就是没有震撼到我 但是我理解你为什么要那么写 也理解到你为什么要那么演 也就这样 所以说我觉得像那个 中国的很多 就大陆内陆的人说 看到这个之后就已经啊 不行了 令人发指就不行了 我只能说你就是没见过啥 没吃过 没见过呗 对吧 就是你没见过 所以你才会觉得 哇 这都已经了不起了 但看过的人就觉得 这算啥是吧 很多不是归来啊 包括这个闫哥林 很多小说里面描写的这个文革 或者说 余华小说里面活着什么呢 那个 那个 文字里面带着血 包括余华也一样 不是余华 那个墨言也一样 对吧 那个东西的那个力量感 要比 要比这奈飞 这几分钟的这种文革镜头 那力量感要强太多倍了 这简直不值一提啊 不值一提 然后接下来 我再说这个叶文杰 这个因为每句的 我说了 他的这个生长 是先把人物立住 然后人物走出来 生发出世间 再勾连起来 所以他第一步 就是要 要怎么说呢 把叶文杰这个人物给写好 为什么有一个女人 她到底经历了什么 她到那一刹那的时候 她才觉得说 哦 人类是要被救赎的 我对于叶文杰 就是 这个刘思欣笔下的 这个叶文杰 这个角色 才有一万倍的好奇 我觉得这个人物 实在是太深不可测了 太复杂了 复杂到我根本无法 真的理解这样一个人物 是吧 但是他真的是一个人 写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刘思欣 塑造叶文杰这个人物 最伟大的之处 就是你塑造了一个 有史以来 这个中国 这个建国以来 影史上面 非常伟大的 那么一个女主角的 那么一个形象 这是我觉得 非常厉害的 当然就是有很多后人 用各种影视产品啊 去解读 解构这样一个人 那就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对吧 奈飞拍一版 HBO拍一版 呼噜的拍一版 腾讯拍一版 爱奇艺拍一版 每一版都不一样 这个你说奈飞 这版有多高的艺术成就 多么棒 多么顺人心魄 倒也没有 那就是一个美剧工业逻辑 是吧 已经这个模式 已经这个八级 一级四五十分钟 然后先有什么 后有什么 再有什么 因为他每一级 基本上最后 全都是这个叶文杰的前史 来解释一下 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 你这个 这个剧集的打点 框架已经都在那了 再把肉塞进去 它就差不了 每句那么多成功的范例 它都是这样的 那三体也能这么改 对吧 就是这样 我反正我现在是觉得 这个奈飞的这个三体 没什么太多的个性 当然也是一种改法了 当然也是一种改法 然后一些奇观 做的也不错 特别是那个游戏设定 我觉得挺有意思 就一戴上那个VR眼镜 然后进入到一个游戏的 一个方面 然后就是什么帝国 什么打来打去 什么 我觉得那个还挺有意思 有一些想法 有一些新的想法 但是那也是一种 新的一种 另辟蹊径的 对于三体的一个解读而已 不用把它封神 也不用把它踩在脚底下 它就是一个娱乐的一个存在而已 腾讯的那一版 就是我觉得 你也不能说把它砸到地上 就是一文不明 腾讯那一版三体 也是我觉得 因为就是众志诚诚 清全部的中国优秀编剧 和优秀演员导演的力量 浮起来的那么一个科幻巨制 所有的人才和精英 全在这个上头了 它也差不了 所以喜欢腾讯三体的 我也非常理解你 喜欢奈飞三体的 我也觉得也OK 是吧 但是我觉得 就是这两个都没有我听广播剧 听一个广播剧 讲大刘原著里面的 又怎么怎么回事 给我的更多的imagination 是吧 你不要给我一个vision 你就给我一个声音就好了 让我去想象那个图景 也不错 对吧 然后据说这个三体的电影 是吧 还没上了 三体的电影应该是胎死腹中了 是吧 哎呀 三体这个项目 不知道该说啥 不知道该说啥 然后我跟你们分享一下 这个小岛秀夫 然后说的 小岛秀夫对Netflix三体 这个剧集称赞 然后他主要有这么几点 他说这个认为剧集保留了原作的韵味 将原作的宏大格局和独特风格展现了出来 然后他认为这个电视剧在改编的过程中呢 在保留原作韵味的技术上 也进行了合理的改动 比如呢 更换了这个故事的舞台 时代和人物 并提取了添加了要素 加快了节奏 适应了这个美剧的这个剧情啊 有节奏的安排和切换和悬念 然后使这部剧集 无论是否读过原作的人啊 都能够欣赏啊 这肯定是啊 然后视觉化非常出色 说剧集对原作中抽象 超现实的意象 进行了很好的剧化处理 比如说宇宙 宇宙的这个闪烁啊 Blink 就是视网膜上倒计时 这个事情啊 处理的挺好的 然后还有这个改编的巧妙 说为了适应电视剧的剧情呢 这个剧集对故事的舞台 时代和人物进行了更换和保留 节奏也更加的紧凑 保留了原作的核心内容 提升了这个观赏性啊 然后这个兼顾了这个深度和广度 然后既能吸引一部分原作的这个粉丝呢 也能打到就是不是这个原 这个原作 就纯粹是为了娱乐性的啊 根本不知道三体发生什么事 也they don't care的那么一个一群人 也能看是吧 所以呢 就是奈飞的三体 它就是门生意啊 那就是门生意 但是呢 这个腾讯的那个三体呢 就有点你知道家国情怀啊 就我们的第一部科幻巨制啊 就有点 就有点很多很多事情啊 都揉在了一起 然后呢 还有人说啊 说一边大花笔墨 在我们的文革上 一边连打倒美帝资本主义的标语都不敢写 美帝已经软弱到这个地步了嘛 嘿嘿嘿 嗯 还有人说啥啊 说这个别的不说啊 就这次选角啊 再次声明这个意识的东西已经深深深印在老美的血液中 所以奈飞拍的三体可以把叶文杰这种历史遗留问题留在中国 而汪淼大使这些意义上的英雄人物就必须是西方人 只能说有钱真尼玛好 不念了 反正豆瓣上面打一星的 因为它就是这样啊 就是打一星的和打五星的其实都很多啊 你看打一星的有9.5% 打五星的有17.8% 嗯 然后打四星和三星的还是挺多的 加在一起有60%啊 所以就是怎么说呢 我我就是再往后看看吧 再往后看看 我今天再看三四集 看完之后再跟大家来多多交流三体 如果你也看到的话 请在这条底下留言 谢谢大家的点赞关注 OK 拜拜